工作纸四的例题一 这次要求圆柱体的总表面面积 先画它的平面展示图 圆柱体的总表面面积主要是由两个圆形体面积 再加它的曲面面积 展开在长方形的面积所组成 圆面积的公式是 πr 2 次 π x 半径 2 次方 而里面的长方形明显它的面积计法就是长乘以阔 但它的长和阔分别是什么呢? 先讲讲它的阔 它的阔其实就是圆柱体的高,即是16cm 而它的长度因为它是由底的圆形展出来 所以它的长度就是这个圆周的长度 而圆周的计法就是 2πr 2乘π乘半径 当我们有齐这些指数我们可以开始计 总表面面积其实就是两个底的圆面积 圆面积就是πr 2次 所以π乘4的二次方是一个圆 我把它两倍乘以2 那我们就有两个圆面积 再加它的侧面面积 侧面面积是一个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的长是圆周 圆周是2πr 所以2乘π乘以半径就是4 就是我们长方形的长 再乘以长方形的阔 阔就是这个圆柱体的高,即是16cm 所以我们得出了2πrh 就是我们的曲面面积 接着我们分开两边去化选 先计算π以外的数值 4的二次再乘以32 所以第一行是32π 然后2乘4乘16是128 所以第二行是128π 最后我们知道这两个都是同类 所以将它双加答案就是160π 由于答案2π表示 所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停 160πcm2次方 我们计算的是面积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例题2,我们今次要计图中柱体的总表面面积 你看到它不是普通一个圆柱体 你看到它的底是一个线形的面积 其实我们计算方法差不多 我们先画它的平面展示图出来看看 你看到这个柱体 它都跟平时的柱体一样 由两个的底面积组成 就是两个的线形 再加上三块长方形成为側面面积 但你同时都可以试它是一个完整 一个的长方形去计算 因为它的长度是什么呢 它的长度只不过是它周界的某一部分 举例子这个短一点的长度 其实就是它的半径 这个长一点其实只不过是它这个圆形的弧 所以当你试它的側面面积 为一个完整的长方形的时候 它这个长方形的长度 其实只不过是它底的周界 而这个长方形的宽 其实就是这个柱体的高 即是20cm 为了求側面面积这个长方形的长度 所以我们要找一条公式叫 线形周界 线形周界其实和圆形周界计法类似 都是2πr 2乘π乘半径 不过我们需要找它的弧 要除360度那么多分 成为圆心角 另外再加凸出来的两条半径 才是一个完整的线形周界 这个正正就是中间长方形的长度 而它的总表面面积 除了是側面面积之外 都要包含两个底面积 底面积是一个线形 所以重温线形的面积就是 πr 2次 圆形的面积 乘以圆心角 除360度 资讯齐备 我们可以开始做了 底面积就是 πr 2次 一个圆形 乘以270度 圆心角 那么多分 除360度 它会等于 利用计算机 计算π以外的数值 82次乘以270除360度 你会计算到48 所以它的面积就是48πcm2次方 有了底面积做第一步 我们可以继续找它的总表面面积 总表面面积是两个底面积 就是48π乘以2 再加什么呢 就是侧面面积 侧面面积是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的长是圆周 这个圆周是两个半径 8再加一条弧 这个弧就是2πr 2乘π乘以8 乘以270度除360度 这个弧就是我们第三条边 总共加了三条边 你看到它的周界 然后再将这个周界成我们的处体高 就是这个长方形的阔度 长成阔 就是我们的侧面面积 那我们计算一下π以外的数值 48乘以2是96 所以第一项是96π 第二项8加8是16 接着2乘8乘以270除360是12 所以后面这个括号里面第二项就是12π 前面就是16 留意16加12π是加不连的 因为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我们不计它住 那我们为了把π画到最简 我拆了括号 20乘16是320 20乘22π是240π 当拆了括号 我们就可以把同类项加减 96π加240π就是336π加320 但留意我们还没做完 虽然化简到最后 答案要三位有效数字 所以我们利用计讯机 那对着计讯机 我们可以按336×2 shift 然后按灰色有π的字 加320 答案呢 第一个位是1 第二位是3 第三位是7 其后那些跟着5 5要进位 因为4写5入 所以答案是1380 1380我们计算的是面积 所以单位cm2次方